好了 跟進美華事件 01和立場新聞都有賣 現在說什麼呢? 律師就入稟 要幫美華追討公屋 因為事實上 美華那間公屋 他父親就不是30萬 以我和阿珊 美華當日溝通26萬 美華也出了10萬 不止三和一 現在告告阿娟 蕭榮娟 原告其實就有38.28%的業權 阿娟當然跟美華是沒有爭執 沒有血緣關係 好了 現在律師入稟 他幫美華 如果大家回看一篇訪問 就是當日和我好朋友 就是阿珊的龍義 就是龍義的律師去入稟 我和阿珊溝通 他都說其實他們律師的信心都不小 不過始終你官司這些事情都很難說 尤其是今時今日的香港日品 昨天呢 美華已經向法援署 遞交了法援的申請表格 現在還未批 法援署也要有時間做事 如果法援署也要批給你有法援 正式律師就可以接受這件案件 之前為什麼這麼快可以做到事呢 因為我都說龍義壓贊 就是當社會 其他人說這個有幫他 那個有幫他 實際上也沒有怎樣幫他 有些就帶他去寫書 帶他去寫書 就不用這些議員身份去帶 誰都可以去帶 龍義方面的律師也幫他開過會 幫他搞不少事情 所以一招就很快 那麼 現在就等著第一法援去批 法援去批就開始 這宗官司就會打了 都要看法援去批那個時間 批法援都要一段的時間 美華就已經是社署有第二間屋 暫時在安置美華 亦都希望可以拿回原本屋 因為基本上你就是詐騙 你阿娟就是詐騙 甚至到遺囑 就是無法打 現在的律師也在這方面都會做事 不過如果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的時候 你陳姑娘 那個叫做香港最大的 就是幫農人機構的陳姑娘 去那邊 一百年美華向你們求助 你們已經去跟的時候 就不用拖三年 不用搞那麼久 這個也是 三年前 如果不是去到三年之後 有傳媒 有東張西網去報導 這件事也未必 現在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美華一百年就已經去求助 他哥哥知道有這件事 但是從來都沒有出現 你問我 他哥哥為什麼不出現 就不方便去猜測 現在只希望 法援就快點批 官司就可以快點去打 如果遺囑有問題 可以證明你詐騙 你阿娟 你也不妙 其實阿娟 說真的 你繼續住在那裡 街坊見到你 你還好意思 你臉皮可以嘔到這樣 當日就在美華不進去 我都繼續睡斗朗 你也睡兩三個鐘 自己進去 阿娟在那裡做戲 就在昨天事情有新進展 美華在首遇翻譯和社署姑娘的陪同下去見法援 也都見了律師 美華在首遇翻譯和社署姑娘的陪同下去見法援 也都見了律師 美華在首遇翻譯和社署姑娘的陪同下去見法援 也都見了律師 透過律師入品高院控告女保安阿娟 當中入品狀指出購買李靖屋邨單位中 當年美華曾經支付10萬元佔單位38.28%的業權 所以要求法庭委任美華和阿娟是遺產共同執行人 至於美華被驅逐涉案單位 入品狀也都指出驅逐行為屬於違法 褫奪了美華在單位的平靜享用權 就事件要求撒取賠償 而被女保安阿娟侵佔李靖屋邨租治單位的事件 陳美華終於在星期三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法庭頒令 禁制阿娟不阻礙她享用的單位 被告蕭榮娟本身是那棟公屋的保安 原告陳美華說 爸爸2002年用大約26萬 買了涉案的公屋單位 當中大約10萬元由美華給 而根據美華向我們出示 她爸爸02年立的遺囑 曾經表示美華會有合乎比例的權益 所以美華認為自己 享有那個單位38.28%的權益 不過美華爸爸離世前二十多天 即是2017年11月改立遺囑 將涉案單位給阿娟 她爸爸同年12月離世 而阿娟就在今年9月將她趕離單位 現在我們的法律團隊 就停了一切的工作 就不會再支援 因為既然美華已經簽了 這份同意書 是交給其他機構或其他人士去處理 我們就不會想造成一些 好像搶著她做事 搶了個案 其他可以幫到手 例如我關注一下她的生活情況 有什麼其他人可以幫她 我可以幫她 我希望真的有人或團體 真的有效地幫到她 不要造成一些混亂的情況 令到那件事件發展得更困難 其實這份同意書的出現 其實會令到坊間其他律師團隊 就不會再插手了 因為既然這份文件同意了社會福利署 是幫她跟進所有法律的事項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清晰的指示 所以其他律師的團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太適合介入了 因為法律援助是一個政府機構 所以因此她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要審批的 審批完之後 跟著她又要委派一些律師或大律師 這個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是很少的